请您在这个题版的后面写下 一个成功的女性所必备的一样气质 我中间没看到一个点 我变心 她如果跟不上变 她搏不过这个变 她就不能赢这盘棋 企图心三个字用来形容女性 你问十个 有五个肯定都不是那么舒服 还有五个是肯定不舒服 因为我从小就肯定想做领导 我不想被领导的 很多女性很有能力 就缺少了这种勇气 没有企图心 看看社会当中 领导心的比例是多少 百分之十以下 随着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对女性的约束也会越来越小 这个短片的题目叫做 当男性消失 这个是西方 还有中国的矫章 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能力 能够做到什么 知识和世界光是两回事 我考高考的时候 我考了三次 就凭了马云的记录 他们没有说过教育的 他们都可以做外援户 那我们说过教育的 我怎么不可能做到 你超脱的名 超脱的力 但是你超脱不了你自己 你还是继续在走 财富中国 思想的盛宴正在播出 少中 现代传播集团董事长 资深出版人 专栏作家 叶英 科达历史上首位华裔女性 全球副总裁 ABB AB Vovo全球董事 李秀娟 麻省理工大学博士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管理学教授 除了上期的三位嘉宾 下半场的讨论 更加入了几位重量级嘉宾 他们是 杨雪兰 美国同用汽车公司 历史上唯一的华人副总裁 百人会创始人 长期致力于中美艺术文化 与教育交流 陈云威 创富融资租赁创始人 董事长 从日本回国创业后 他成为国内汽车融资租赁行业的先行者 Masha Ma 新锐时装设计师 八年后的她 是首位登陆巴黎时装周发布作品的 中国大陆时装设计师 本期节目 他们一同分享各自的职场玫瑰心房 今天邀请大家齐聚一堂 那么大家都看到了你们面前 每个人面前有一张小纸片 请您在这个题版的后面写下 平时工作生活当中所观察到的 一个成功的女性所必备的一样 气质或是说性格特征 大家可以想一想 然后动笔 大家已经写好自己的答案了 那我们一位一位来 先请李教授给出您的答案 勇气 我觉得呢 这个时代事实上是赋予女性很多的机会 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所以我觉得勇气是很关键的 叶总 您的答案 变 心 变是行云流水 心是玲珑剔透 我中间没看到一个点 变心 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变的环境 而且是颠覆性的 不可以预测的 所以要像行云流水一样 然后这个心的这个部分 我说的是玲珑剔透 我们女人的身段比较玲珑 同时有柔软性放下身段 另外透明 好答案 杨总 您的 我非常好奇您的一个答案 我写了英文 两个字 一个是comfort 就是人家跟你一起是舒服 另外是win-win 要总是要想不单单是自己 要想对手 你要成功的 你自己做事情不够力 一定要有跟很多人 利用他们的精力 再可以做大的事情 你要跟他们合作 不管你多聪明 有什么好的想法 如果他们觉得你不舒服跟你一起 他们不会接受的 所以呢 怎么让他们接受呢 第一呢 让他们比较舒服跟你一起 第二呢 让他们也有优点 不单单是我有优点 你也有优点 那么所以这个方面 我觉得两个字 comfort and win-win 我觉得很重要 陈总 柔韧 对吧 柔韧 我觉得女性在生活当中 比男性的 所编人的问题要多 有家庭的事业 各种各样的 卡要过 所以在追求自己的梦想也好 自己的目标 或者自己想做的一件事 必须有一个任性 同时呢 作为女性来说 又要有柔的这一部分 实际是一种 比较偏向于感性的东西 但同时呢 柔还有一种包容 不管是对自己 还是对别人 要有一种包容 包括对环境 所以我显得柔韧 Masha呢 你的博弈 博弈 厉害了 讲讲 我觉得因为前面几位前辈 都是已经非常成功了 可能对于我这一代人的 这个状态中 尤其针对中国的状态 它其实有各种可能性 那这些可能性中 又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东西 可能需要博弈和操作的能力吧 那可能是我作为 还在奋斗中的人的 目前的一个感受 那个Masha真的很多 其实这个社会 特别是无量 是的 正在一线 在工作的人的话 是在思考的话 他天天在制止博弈 工作的博弈 他制止的矛盾的一个平衡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我觉得他这个博弈 可能不是说 对于一个竞争对手的博弈 而是我说 这个世界不断地在变 对 他的这个行业的变 是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都在变 他如果跟不上变 他博不过这个变 他就不能赢这盘棋 所以我很同意你这个博 你这个博 博的是现在市场的这个变的本质 女人是多变的 可是这个市场比最无情的女人还要无情 它是更容易变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 心还要变 对 我能不能要理解这个博弈是一种取舍的能力 就是很多时候 你天天很多变的时候 你一定要取要舍 所以这个博弈呢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你必须要很快地做一种取舍 我给马小姐一个赞 我觉得她在选这个词的时候 心里也纠结的 最后她决定这个 那我是站在蓝颜的角度来去看一个问题 我觉得一个女的领导力呢 最关键还是一个企图心 我觉得因为如果没有企图心 你不想做领导 或是不想去改变一个地位 或是不想去达成一个目标 那是很难去做领导的 我觉得所以 赵先生打断您一下 我觉得企图心三个字 用来形容女性啊 你问十个 有五个肯定都不是那么舒服 还有五个是肯定不舒服 这证明他是男的 所以我从哪里讲 但是不是 这是事实 我只讲事实 反正这个女性团队当中 唯一的一个男性 他有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 接下来的这轮测试 一定让您逃不过去 我总是问 那你对这个公司 会做什么样的贡献 他没想到 他说都是我我我 领导肯定要奉献 你肯定是自己吃亏多一点 给别人多一点 人家才愿意跟着你 很多女性 智商情商都有 但是她就缺少了这种勇气 一个麻雀 如果她的企图心 是变成一个大棚 是绝对做不到的 财富中国 思想的盛宴正在播出 我觉得企图心三个字 用来形容女性 你问十个 有五个肯定都不是那么舒服 还有五个是肯定不舒服 这证明他是男的 所以我从哪里讲 但是不是这是事实 我只讲事实 因为我经常要提拔一些女的同事上来的时候 她专业能力很强 刚才也有刚才杨女士讲的 也很舒服 不舒服我不会提拔她 但是她真的是不愿意做领导 没有企图心 没有企图 不要提拔做领导 她觉得我领导要背责任 是吧 领导就是实现很困难的目标 这个是需要她愿意这样做才行 领导肯定要奉献 你肯定是资质吃亏多一点 给别人多一点 人家才愿意跟着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企图心 可能人家觉得是好像负面的概念 其实它是一个正面的话 是中心的一个职 就起码愿意去做吧 邵总跟我讲的是很接近的 但是我用勇气来去形容 我就觉得很多女性很有能力 也很有自信 智商情商都有 但是她就缺少了这种勇气 讲说OK 我会试图心 就起图心 对吧 所以她就缺少了一种动力 我觉得起图心